觀眾朋友 新的立法院長到底誰要來擔任 而誰擔任立法院長 究竟他的意義是什麼 而他未來的影響又是如何 今天包括民進黨跟國民黨都分別召開了 在選後的黨團會議 其中國民黨正式推出資深的立法委員 賴世保先生 以及新任的立法委員 曾明中 也就是現任的金管會主委 要來繳築未來的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這個寶座 什麼意思呢 就是王金平已經退出這樣子一個 繳築的這樣競爭行列當中 當後王金平時代已經正式來臨的時候 誰要來擔任新一任的立法院長 這是國民黨的情形 民進黨今天也召開了選後第一次的黨團會議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也同時坐鎮在民進黨黨團當中 大家很關心說 到底是誰要來做立法院議長 今天並沒有真正去討論誰要來擔任立法院院長的這個職務 可是今天很有趣的一個情形是 包括現在傳出來最熱門的人選 柯建民先生 陳明文先生以及舒嘉全先生 三個人都異口同聲說 要尊重黨團的決定 要尊重蔡英文主席的這個決定 換句話說 立院龍頭這個角逐戰 是不是真的只有小英 說得算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所謂的國會改革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而新國會真的是不是會有新的氣象 同時也要來看一看 包括國民黨黨主席之爭 究竟他代表的又是什麼意義 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實踐大學博雅學部的副教授 賴岳謙老師 信聰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康仁俊 信聰好大家好 公都盟的執行長張宏林 信聰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現在最熱門的三個人選 第一個當然就是那個長年的總召 不要講人家萬年 長年的總召 柯建民先生說蔡英文總統 他會從整個總統的高度 來考量立法院的佈局是什麼 行政院的佈局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要讓總統 以他的高度來做整體的考量佈局 所以立法院的正副院長 還有甚至連立法院民進黨黨團三長 都要尊重蔡英文的意思 小英說的算 蘇嘉全說 民進黨的黨團自主性很高 而且又很團結 所以你極力去爭取去表態也沒什麼好 所以黨團會做最好的決定 那黨團是誰說了算呢 等一下我們來談 陳明文說黨中央有完整的協調機制 那黨中央現在黨主席當然是蔡英文 那誰能夠推動國會改革 就是黨中央的規劃人選 這其實是比較具體談出來說 黨中央所青睞的應該就是未來要能夠實踐 努力推動國會改革 才能夠有資格去當國會議長 所以說你如果真正有民意的衝突的時候要怎麼 假投票也是一條路 所以大家都說要尊重黨團 大家都說要尊重黨中央 大家都說要尊重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自己講呢 蔡英文說尊重黨團的決定 所以現在到底是誰說了算 到底未來立法院院長之爭 是會用什麼樣的標準 以及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我們來看看今天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國民黨今天推出立法院正副院長人選 由賴世保與曾明宗搭配 票數來講的話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們盡力去拉票吧 那有什麼策略 策略現在腦筋一片空白 是我們就進 我想就一步腳印吧 至於民進黨的部分 立院總召柯建民 立委陳明文 還有新科立委蘇嘉全 都傳出有意角逐 三人今天都表示 尊重黨團決議的產生方式 先前傳出柯建民和新系蘇系 討論好搭配人選的事 柯建民予以否認還強調 政府院長的選舉一定要尊重主席 蔡英文對國會佈局的看法 這除了政府院長以外 還有黨團三黨的問題 那當然政府 行政院他的另外佈局 這行政立法將來如何和諧 那立法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而黨團會議也無意義達成共識 代表民進黨角逐正副院長的人選 將在二十九號決定 產生方式先以協調為主 不承載假投票決定人選 不過宏林我先請教您 然後就站在國會觀察的角度來看 賴世保代表國民黨 來角逐立法院的龍頭寶座 那個意義並不在於賴世保 是不是最後能順利當選 比較大的意義是在於王金平 不在這個角逐裡面 這又是什麼意義 當然這代表國民黨也在做他的 很重要的交替 因為某種程度來講 過去在國民黨 其實大家如果回頭去看 以前林醫師在做大黨編的時候 可能還是他們非常活躍的時候 當林醫師那時候退出之後 國民黨的黨編包含林洪池之後 一直都不是那麼順遂 所以當然一方面可能我們在批評 他有沒有黨團協商 有沒有密室協商 是不是王柯主導的這個體系之外 回頭看看國民黨 在我們過去的觀察 黨團的戰力之後 在第八屆開始 並不是非常好的 到最後大家可以看到 最後林洪池也覺得我也不完了 後來的部分更不用講 整個黨團的運作非常混亂 至少在於我們自己近身 在接觸觀察的部分 不是非常理想 那時候是誰來接手 事實上還是就是賴世保 來做最後的一個接手 所以這一方面也是 他未來能不能帶領少數的國民黨 來做一些運作 這值得觀察 另外一方面的確他也反映出 整個國民黨 他們一直以來在國會 沒有清楚的 他們覺得在帶領的部分 所以他們也透過這一次 我覺得也是再重新做一個盤測 賴世保真民忠 能不能順利選上 這是一回事 但是就算不能順利選上的話 在未來的立法院 國民黨黨團恐怕就是 以賴世保真民忠 等這種終生代的立法院 為最重要主力 是大概看起來的方向 他們會重新盤整 因為我們這次看到立法院 當然提到將近四成的輪替 有五十多個新人進入 事實上國民黨的比例也非常的高 他們現在也必須要重新 再做一些盤整 加上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黨主席之爭還沒有落幕 未來立法院的確是他們 在談到所謂的國會 就是我們講民意 最高的民意代表的一個重要議規 未來他們要跟行政部門 對於蔡英文領導的政府 來做抗衡跟對抗 也必須大概就只有 由我們所謂的這個國會 作為主要的發動 因為它包含地方的縣市 能著力的部分 可能跟中央來抗衡都有限 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也可以來看 他們未來這些在檯面上的人 是否有能力來面對這些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狀況 那這個倒是也是值得 就算他未來沒有辦法當院長 的確是在看他們現在未來的組成 不過人據說當然也不能太早 就是對國民黨黨團的戰力 太早下定論 用一個很簡單的邏輯是說 這一屆應該是說上一屆 民進黨也不過四十席 但是國民黨想推的 執政黨想推的重大法案 不管服貿 貨貿 兩岸監督協議 一大堆的 大概都很難推得動 換句話說到現在為止 下一屆或是新任的立法院 國民黨還三十四席 三十四席也不是隨便開玩笑的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未來國會的生態 一個是當王金平 不再扮演龍頭的角色 第二個當國民黨終身蛋 接班的在立法院黨團的這個角色 未來立法院會是什麼情形 我倒覺得人數的部分 在立法院其實最後一端 也就是說按照現在的整個的運作來講 黨團還是佔有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三個人成為一個黨團 跟你三十五席的一個黨團 還有你就算你七十幾席 你也是一個黨團 所以在以現在立法院運作來講 你有黨團基本上大家在 第一線裡面是平等的 只有到最後表決的時候 才有用人數的問題 可是您剛剛提到就是說國會 如果以現在國民黨的狀況來看的話 因為賴斯堡在後來的時候 他在這個會期是擔任 中央政策會執行長的這個角色 也就所謂大黨邊 當然可以觀察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大黨邊事實上是在所謂的 朝野要進行協商的時候 我黨團協商的時候 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折衷 或者是去衝突的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在王金平 他不參選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未來這個中央政策會執行長的 這個大黨邊的角色 是不是會由王金平來擔任 因為事實上 他必須要對於整個立法院的議事運作 還有整個的議事規章 非常的清楚 他才有辦法在朝野裡面 你知道柯建平之所以他能夠成為 永遠的總召的那一關 你剛剛特別想不要講說 人家萬年總召 長年總召 但是因為他其實對於議事運作 他非常的了解 他太知道就是說 我在什麼地方 我可以找到那個相關的 適用的法條跟法規 我能夠在裡面去爭取他們的權益 所以那個部分來講 賴斯堡是不是有能夠足以擔當 這樣一個重責答案 如果從他之前在擔任這個所謂 政策會執行長那個角色來看 國民黨團事實上 在這個部分是比較弱的 我直接請教 王金平被架空了嗎 可是現任的立委 有很多是本土派 是比較傾向王金平 其實在選後 我所知道的是 王金平有找一些本土派的立委 就是被稱之為本土立委 開了幾次的會 這個會大概會 這個跟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有關 因為事實上 他還是一個路線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也必須要去找到一條 他們未來自己的一個定位在 所以這個我覺得 他所有東西是連動在於是 你看國民黨所謂本土派立委 也有人嗆聲出來講說 如果誰當選了之後 他們可能就不惜要出走 所以這裡面當然 你說國民黨現在這個 所謂的35席左右 是不是到最後席次 還是能夠維持這麼多 我個人是比較存疑 但相對來講 立法院他重新面對的一個生態是 到底在立法院現有的這個 所謂黨團 或者在現有的立委人數下面 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因為民進黨已經實質過半了 那你接下來在這個所謂的 大家認為說這個時代力量 他本身是在國會是佔有第三大黨 那他未來是不是真的能夠 站在中間的那一塊 還是就是他的整個動向上面 會不會有所偏移 我覺得第一個民眾再看 第二個是 以親民黨團來講的話 親民黨現在是三席的 不分區的立委 但是把高金素美給加入了 所以他變成是有四席 跟時代力量 基本上只差一席而已 所以未來他就會牽扯到 就是以國民黨那一邊的那個動態 也就是說如果國民黨 他今天有一些 認為是本土派的立委 他自己本身又是打選戰出來的 如果他迫於 就是說整個國民黨的路線定了之後 而他們又迫於這個所謂地方上面 如果就像他們這個 之以本土派立委講說 不惜出走的話 有沒有可能再加入別的黨團的運作 因為事實上 他沒有不分區的身分 他不用受到黨的潛制 我倒覺得這個立法院接下來 他可能整個的狀況 會在國民黨黨主席的 整個選舉比較明朗之後 那整個的立法院的身材 或許會再有一次的調整 那我們回到那個 立法院院長人選的這個部分 特別強調是 民進黨現在的席次 是大概就是國民黨的一倍 所以如果說 未來的立法院院長 是國民黨所奪得的話 那可能在政治上 又是非常大的衝擊 就很像台南市議會的那個情形 不過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國民黨是派出賴士寶 要來絞逐國會議長的這個寶座 那當然大家很熟悉 就是之前一直都在國民黨政策 會的執行長立委 然後在國民黨黨團擔任黨編的工作 那之前也擔任過金發會等等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民進黨 我想問的是說這幾個人選 在意義上 在國會改革以及在選民的承諾上 他有很大的差別嗎 蘇嘉全 那當然是之前 包括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屏東縣長 內政部長 農委會主委等等的 那現在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柯建民跟我們說 長年的立法院黨團總召 然後是非常資深的立法委員 那從嘉義出身的現任立法委員陳明文 我想問的是蘇嘉全 柯建民 乃至於陳明文 這三個人 在未來擔任立法院院長 有很大的差別嗎 對選民對國會改革來講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他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以蘇嘉全來說 他本身是代表了蔡英文這一派 很強烈的就是一個英系的色彩 那以柯建民來說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三個人很特別 就是您剛剛一開始在節目的時候 當然都尊重黨中央的意見 那黨中央說我尊重黨團 事實上我覺得蔡英文那個說法 是不得不的一個說法 因為立委的選票 就是院長的選票是在立委的手上 因為他之前一直講 國會議長要中立 對 但是你如果再從這三個人說法 你就知道完全不可能中立 因為他們要尊重蔡英文的意志 所以這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以柯建民來說 為什麼大家認為蘇嘉全出現的機會 會比較大原因在這裡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都批評說 立法院他是需要被改革的 過去最常提到就是所謂的王科體制 王金平跟柯建民兩個 如果今天是柯建民來當院長 那國民黨如果今天 今天我們講是議長之爭 但我就講中央政策會執行長這個角色 如果換過來換成是王建民的時候 那不過就是把王科 變成柯王體制而已 對蔡英文來講 他能不能承擔這樣的一個 那麼龐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你今天講要講國會改革 你把柯建民放到那個位置上面 跟柯建民對口的 到最後還會是王建民 那你接下來 那你民進黨的黨團三長 總召要由誰來當 這個總召能不能敵得過 柯建民的那個意志 所以這裡面我認為 某種程度來講 蔡英文他必須在立法院 龍頭的這個位置上面 做一個角色的平衡 也就是說即便你今天黨團 如果當你黨團不受控制的時候 我最少我可以用立法院院長這個 我在我召開超野協商的時候 某種程度施於一點的壓力 或者是影響你的那個方向 我覺得到時候 那個狀況會比較明顯出來 因為陳明文的角色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觀察這三個人 陳明文他在角逐院長的這個意願 通常是個人的意願比較高 而跟黨裡面 事實上你會看到 大家比較少去討論陳明文的狀態 以柯建民來講 我們幾乎在他的那個 賴的群組上面 他幾乎兩三天就會發一次 他對於競選院長的那種想法 包括我們今天還看到 他特別去提到說 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到國會改革他要怎麼做 我剛才在跟賴教授開玩笑講說 第一次聽到老柯接受訪問 講話這麼清楚的 一個字一個字去慢慢的表達 所以我覺得柯建民 他基本上是去很明顯的表達 這個意願他願意 但是我還是這樣認為 我認為做所謂的假投票 其實不是萬惡 假投票的意思是 他讓你去掌握 我現在這些立委的動向 因為畢竟他還是需要 你就是要走選票的那一塊 所以如果按照這裡面來講 我認為他可能只是沒有公開 去進行一個假投票 但事實上私底下的意願 大概都已經進行了了解 畢竟柯建民如果他真的 願意運作 他過去在擔任總召的期間 我想老師很清楚 他在擔任總召的期間 不是每天一帆風順 那時候是為了搶他位子的 要幹嘛的 當成那個已故的立委 蔡同榮 連署他黨團的幹部 你知道那時候柯建民 是擔任黨團總召 包含幹事長 書記長 當然明哲都跟柯建民講說 我們會支持你去當總召 但是背著也是連署 也是連署蔡同榮的提案說 我們把那個投票日期給改了 柯建民他能夠 在那麼多次的紛爭裡面去 最後還是當回他的總召 某種程度來講 他對於立法委員們 是有一些他能夠掌握的方法 是 不過賴老師就是說 誰當立法院院長 跟我們這節目 真的沒什麼關係 可是會不會跟台灣的國會改革 跟台灣的民主發展 有一定的關係 跟我們談到 不管是說假投票啦 或是說什麼黨中央的意志啦 黨團的決定啦 或是用協調的啦 可是我們期待的還是 其實我還比較喜歡 柯建民那種 我直接講 我如果當選 我一定要改什麼 改什麼 你好歹向社會大眾講清楚 為什麼是你要來當立法院長 不是別人 你當立法院長 你承諾你要做什麼 而不是內地還用收的 還用喬 我想問的是說 這一任的立法院 特別是院長之爭 跟台灣的民主 跟台灣的國會改革 有很大的關聯性嗎 是這樣子 因為院長是五院院長 而且他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院的院長 那也就是說 他要制定法律 還有就是他要監督政府 還有就是要通過預算案 還有政府的重大的法案 都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所以立法院的議事效率 就變得很重要 那如果說 我們按照過去 今年累月的 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的議事效率 是非常的差的 那議事品質很差 議事效率也很差 然後通常都在作秀 也就是說 都在趕在那個院期 快結束的時候 然後就每個人 就挑燈業戰 來通過那個法律 所以我們的法的這個 立法的品質 都非常的粗糙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就像立法院要把改革要 誰能改革 就院長才能夠推動 也就是因為院長這個位置 才能夠推動 這個立法院的議事效率 那今天如果這個立法院 的院長本身 是只想當何事老 把事情弄得這樣子 溫溫蕩蕩的 這樣的情形下 你會看到 一年負一年 一日負一日 議事效率永遠改變不了 議事的粗糙永遠改不了 然後在國會裡面的秩序 永遠建立不起來 所以我們會永遠看到 國會裡面就是思緒 不是潑水就是打架 就是罵髒話 然後就是摔東西 然後就是杯葛議事 然後就是癱瘓議事 就是這樣的一個戲碼 是永遠不斷的在重演 然後老百姓在旁邊看 看了厭惡到極點 厭惡到極點以後 我們的立法委員的社會形象 低到不行 所以我們每次做民調 立法委員的形象都很差 那也就是說台灣人民 對於這個立法委員的評價 是非常的低 可是他們又一定要出來選 然後老百姓還要投票給他 但是投票給他們 就說心裡沒有 又一肚子氣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重要 因為他們決定了我們的法案 決定我們的預算案 決定我們的法律要不要修 那例如說我們看到 我們常常提到一些問題說 我們為什麼連台灣 我們的都更都做不起來 因為有很多舊的法律 那個法律是三四十年前的法律 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變了 你的法律還是用舊的法律要改 但是問題就是 怎麼立法院都沒動呢 重點就在這裡 還是我們的意識效率太差 那這個時候你立法院 要不要改革 要不要有效率 立法院院長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樣的話這種人選 是要說很熟悉意識規則的人 來當立法院院長會比較好 還是有堅定改革理念 雖千萬人無意亡以的 這種強悍型的立法院長 比較好 還是說雖然可以調和鼎耐 但是他還是有所堅持有所為 可是還可以妥協的這種人比較好 到底是哪一種人比較好 可能很顯然我剛剛講 那三個就是這三種人不同的條件 基本上來說 又要有這個立法委員的資歷 又熟悉立法院的 然後又有行政的資歷 然後又能夠跟黨中央能配合 你就可以知道事實上 已經呼之欲出了 所以蔡英文今天到立法院的時候 講的這個民進黨的黨團 要注意三件事 其實這個三件事 其實就是已經把紅線畫出來了 第一個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這句話講得聽起來沒問題 剛好柯建民今天講說 台灣有一半的人討厭他 對 而且他涉及到關說案 所以就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第一條 第一條就已經把柯建民 把他砍出去了 第二條是什麼 要協助政府能夠運作順暢 那聽起來好像是要協助 國民黨政府能夠運作順暢 國民黨政府只要三四個月 所以嚴格上來講就是 以後我們的立法院的院長 你要協助政府 讓政府的政務能夠運作順暢 那這一條出來的意思就是 我不要三頭 那也就是說 對蔡英文來講的話 他不要馬王關係 馬英九是總統 可是一個王金平是按照他自己的 不要有第二個太陽 我不要有第二個 而且我不要有第二個三頭 我不要有第二個自己霸佔一個地盤 然後我的行政的力量 或是我的政務 我的法案 我的什麼東西都送不進去 然後我硬要推 或是我優先的法案的時候 他說這個要黨團協調 這個要巧 這樣子一弄的話 行政部門跳腳 但是問題就在立法部門不動如山 蔡英文說我不要這種關係 如果蔡英文也是屬於馬王的關係的話 我坦白講 蔡英文不到四年 他的民調會從現在一直往下掉 搞不好是兩位數會掉 搞不好也會各位數也很難說 原因很簡單 你說的法案在立法院都通過不了 你說的法案在立法院 也都卡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立法院院長 他是想當何事老 把事情處理得有條有理 然後看起來都四平八文 但是法案就是通過不了 就是審查就是很慢 好 看起來我覺得蔡英文 那第三條話事實上是空話了 因為改革我還沒聽到 那個蔡英文明確的 國會改革的想法 總統 總統你的真正的國會改革的想法 你要講給我們聽 講清楚 但是我們沒有聽到 真正的國會改革的辦法 但是我擔心一件事情 有啦 他在他的網站點亮台灣 他就寫 其實蔡英文對國會改革 就包括強化委員會的 然後包括要透明公開 這部分 這個坦白說啦 這些還是空話了 我們講一個例子吧 黨團要不要廢掉 黨團協商要不要廢掉 這個部分他基本上來談到 就是好像要透明公開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他的要求就是說 以後黨團會議的時候 裡面要有一個 有一個同步的這個錄影 錄在那個地方 然後可以放鬆給大家看 這個叫做透明化 那也就是說 以後黨團在磋商事情的時候 各個黨團的 進入這個小辦公室 在磋商市的時候 其實那就不用進入小辦公室 也就是說 這個我有點不同意見 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機制上 公怒盟當初的說法是 黨團協商是一個 目前的職權行使法裡面的 一個叫正式的會議 所以既然是正式的會議 依法就要錄影公開轉播 至於他會在外面協調 其實不要說黨團協商 也有可能在委員會 委員會的法條 民間團體或不同的 遊說利益團體就會進去 這個又跟遊說法有關 協商沒問題 但是不要密室 不要利益交換這樣子 對 應該是說這一次 我們現在討論是 立法院長這個職務 就是說事實上 不管是協商或者是 你的政黨要通過的法案 事實上不應該透過 立法院長這個職務 來進行執行 也就是說我的法案 不管要怎麼排 成為現在立法委員 執行行執法 或者是按照立法院 內規的這個運作裡面 黨團協商 它就是一個正式的一個 一個作為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應該 有譬如說民進黨的黨團總召 跟國民黨的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他們兩方面去做協調 立法院長 他就是一個超然的角色 黨團協商 今天有四個黨團 對 所以要四個黨團的總召 過去因為國民黨 他的黨團的大黨編 他沒有盡好他的責任 所以才會到最後 是國民黨想推的東西 他黨團 他每次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採訪就看到 就是說他的大黨編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跟柯建民 做這個協調 或者是在這裡面 去跟他做抗衡 所以到最後就必須 由王金平出面來講 好了 沒什麼 他就變成他的議長的那個角色 他就不夠中立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當然這一次現在大概討論說 國會的改革 現在當選 馬上要選的這個 所謂的立法院院長 他能不能真的 把這個點章制度給建立起來 也就是說大家去批評說 你現在立法委員職員行使法 或者按照你立法院現在一些組織 或一些內規裡面 確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你沒有包袱 而且你今天沒有包袱 那個狀態之下 蔡英文其實應該充分授予 立法院院長這樣一個權利 也就是說 你就把現在大家所質疑跟批評的 那一些立法院現在不好的東西 你把它改過來 那你以後就扮演一個超然的一個角色 那你只要付出 說實話你只要協商的時候 你就擔任那個角色 我們在談國會改革 其實有好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當然是之前大家一直在批評 所謂的密室朝野協商 朝野協商大家覺得還OK 因為那其實還是保障 小黨的這個空間 朝野協商 而且是法定的 但是不要密室 不要用利益條件交換 不要用喬的用缩的 這是一個 再來是委員會你要好好審查 不要老是卡不到的淨付二讀 審都沒審 然後就直接去進行表決這樣子 這是在意識的部分 可是還有一個是效率的部分 一個法案卡在那邊卡半天 可是這又很矛盾 他說那個名義不如黨議 黨議不如馬議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馬總統要的很多法案 其實都卡在立法院過不了 那接下來蔡英文要的法案 立法院真的要照章全收嗎 不就變成橡皮圖章 立法院不照單全收的話 那不就是 又是所謂的行政立法 之間的這些漢格 我們來看看 之前過不了之後 難道就可以很順利的通過嗎 包括民進黨一直在談說 要接下來交接 要怎麼交接 總統職權交接條例 二月一號之後 要不要馬上來過呢 過得了嗎 兩岸監督條例之前卡了 那麽久 那麽久 那現在有八個版本 好 現在新的國會出來 過得了嗎 過不了 你服帽 貨帽都別談 服帽 貨帽 現在服帽已經簽了 貨帽 第十二輪談判已經談完了 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年金改革 政黨法 特別是政黨法 不當黨產 你要怎麼處理 你如果二月一號 你先處理這個 那恐怕這個立法院 就真的是雞肥狗跳 雞肥狗跳的立法院 還能夠順利讓整個政事有效推動嗎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年金改革 大家都說要改 可是真的要改的時候 什麼都改不動 當你說所謂的那個軍公教 年終慰問金刪掉之後 還可以再恢復 你就知道這樣子的東西是很難改 他有很大的阻力 長照法已經通過了 可是問題是錢在哪裡 要不要把現在的所謂的社會福利 再變成所謂的長照保險 我們來看看 在之前立法院卡了一大堆重大法案 可是這些重大法案 都是高度爭議的法案 新的國會 真的能夠有新的氣象 新的效率嗎 去年考試院全序部警告 軍公教的退輔基金已經入不敷出 政府一定要通盤檢討 否則未來勢必破產 三年前馬政府提出了改革法案 不過該怎麼改 藍綠立委不同調 民進黨團先前堅持 先軍公教後勞保 先把軍公教這個部分降下來 然後再來看勞保再怎麼改革 一方面能夠健全財務 那一方面也能夠在他的所得替代率裡頭 維持一定的一個水準 不光如此 當時國民黨內部也有其見 國民黨立委廖正錦提案聯署 要求政府先檢討開源問題 想想如何不讓年金破產 再來提改革制度 但沒有獲得黨團支持 直到現在年金改革的法案 還卡在立法院無法通過 同樣停滯不前的 還有馬總統力推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 在立法院躺了快兩年 先前民進黨團批評 國民黨要推的是 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草案 根本不是民間版的要求 等於不想監督 揚言要杯葛到底 國民黨硬要通過監督條例的話 那我們也告訴他 你絕對沒有機會 那我們會變個議程 讓他表決不完 為了阻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 覆議案 在野黨立委一度發展主席台 杯葛議事進行 而今民進黨即將成為執政黨 也將成為國會最大黨 棘手的年金改革法案 以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是否能在新國會順利過關 將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為您介紹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前民進黨立法委員 林作水林委員 這接下來改革 每個人都要改 要改什麼第一步先改 我看就是說 好不容易 幾十年來第一次 國會可以全面輪替 所以大家如果說 過去很多轉型正義沒有做 現在國會全面輪替 也有執政權 那要做 國會的轉型正義 首先要做 為什麼國會的轉型正義 一定要做呢 因為啊 我們這個國會的制度 有一些 就是在專制時代 專門設計出來 讓國會變成行政院 立法舉的這種制度 這種制度全世界找不到 第一個 一個委員會 有三個招委 現在變成兩個 是全世界找不到 包括我們的地方 議會都沒有 這個第一個 那這個問題很大 問題很大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就是啊 一種分贓制度啦 這個牛松凡講的 這個分贓制度 然後變成雙頭馬車 你不聽話 我可以找他 弱化國會 大家有招委說我很爽 好 然後呢 又有兩個招委 你不聽話找他 所以你看國會要能夠制衡 那美國那個委員會的主席 不要說主席 他有一個 委員下面的一個小小委員會 來到台灣多麼神器啊 為什麼只有他一個 那我們兩個招委 主張兩個不一樣 如果到美國去 這個招委說的是 那個招委說 沒有就沒有權威 沒有權威 這個國會不怕 這個行政院就不怕你 這個要轉行政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這個委員會 以前是半年輪一次 現在一年輪一次 像花蝴蝶這樣飛來飛去 為什麼要讓你飛 讓你沒有累積經驗 讓你不資深不專業 你這個我行政院在這邊 你那個不資深不專業 我就不怕你 這個全世界也沒有 這個要轉型爭議 那第三個還有一個是 過度時間發明出來的 就是剛才講到的 這個朝野行政 從美國到非洲 找一找看有沒有 法治化的朝野行政 不要說美國 非洲有 我就服氣 那我就說要支持 沒有 為什麼這個朝野行政 不恰當呢 大家說 朝野行政沒有關係 不要密室開門就好 錯啦開門 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一點用都沒有 朝野行政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為杯葛而杯葛的 朝野行政 人家法案通過了 我要給你好看 就給你朝野行政一下 然後就搞不過 第二個 這個法案審查 那一家公司有一點問題 總召喬喬喬喬 總召就去朝野行政 那麼你要公開可以 喬喬喬喬 這句話給我公開看看 後面的學生公開沒有意義 那辦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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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有了朝野協商兩個人最大 一個總召 還有一個院長更大 總召人家委員會通過的決議 他可以交互協商 這個國會本來就是合議制 大家集體通過 你一個人可不可以推翻 變成首長制 變成首長制 你聽過世界上有首長制的國會嗎 好 還有一個比總召更大的 就是院長 你要協商 我可以協商也可以不協商 就變成雙手長制 全世界沒有這種雙手長制的這個議會 那這裡面就藏污納購 使這個議會不能夠匯及民意 兩個人搞定一切 裡面藏污納購 還有這個權力鬥爭一塌糊糊 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朝野協商 然後一協商 那麼委員會審查沒有用 因為我辛辛苦苦審查 像有一些新客的立委 在預算的時候好認真 審查老半天 我這個預算刪了多少 哪個地方很很正確的政策 我有支持沒有刪 沒有用 到時候朝野鄉 價錢金都沒用 然後行政策 還沒來刺刺一個桶三 所以這樣的話 那個預算根本沒有審查 這一個預算是這樣 法案也是這樣 那法案很認真協商 先生協商 你那條卡住了 好 瞧著協商 以前面的審查 什麼政策辯論 公廳會 匯及專家 學者意見 通通沒有用 就是那個商人跟總召 講的那一句話 瞧著 好 就協商了 那麼這個 這樣的情形 很多法案就基在那邊 一直沒有協商 那麼基到匯及結 照道理說要一個月 以前要四個月 協商沒有結論要表決 然後後來變成一個月也要表決 其實都沒有表決 累積在那邊 一個法案累積 兩個法案累積 到了這個匯及要結束了 哇 一大堆法案怎麼辦 好 趕快 趕快加班協商 以免鍍孤 以免打瞌睡 以免協商 我給你吐槽一下 你剛才說很多 包括說單一招委的部分 你其實最直接想講的 就是要廢除朝野協商 但是 蔡英文在之前 國會改革主張 不好意思 你剛才說的 裡面都完全沒有 他只說第一個 降低投票年齡 就是十八歲 然後他解決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然後要廢監察院 然後呢 政府議長投票要記名投票 然後再來是說要建立一個叫做國會頻道 然後呢 要利益迴避 專職化國會議員 要落實委員會為審查中心 就是都沒有說就有說的 好 我跟你說 這你各位聽一下就知道 他說都比較困難 要修憲 都很困難 那都不是一天兩天的 包括那個國會頻道也要去買設備 也要規劃都不是健康人工 相反我講的那幾點 一個條文改了就好啦 很簡單 也許我們的這個主席認為這個很簡單 所以我不必特別交代 因為學者普遍的共識 所以我不必講 要講那個修憲比較難 也許啦 我在教啦 但是不管如何 我認為很多人講的國會改造 其實都是難的 奇怪啊 簡單的不先修 難的要再慢慢修 這個是不是反兵之計呢 所以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的看法 像朝野協商改幾個就沒了 立院職權行司法蓋料得好 幾個字就沒了 那麼單一個招惠改一個字就沒了 二變成一 那個大風吹也改幾個字就OK 這個非常簡單 我是覺得這個民進黨到現在拿不出來 會對國人 我們希望小黨不要跟著墮落 國會監督聯盟支持林卓水的意見 我們基本上對於所謂的透明的部分 當然還是一個原則 那我當然有一些東西 稍微有一點不同觀點 就是我們也覺得黨團協商 造成現在包含預算的法案的審查的問題 這個我們對外一直都批評 這個制度是有許多問題 但我們要求最起碼 那個還不用改章程度比委員更快 那個就叫依法你就要公開 我們速度比你更快 你還要修法 我們現在要求他是 你起碼先依法公開黨團協商 至於委員擔心的說 你笨 他協商也會在外面講 其實如果你擔心這個 立法院提案的人 他也在外面說 這個按拜託你提著 那我們 對 我們明明有陽光伺法 遊說法 如果我們要檢視這幾個 立法院長好不好 去調一下他們監察院 到底登記了多少遊說法 如果這些人從來不登記遊說法 那當然我們要去譴責他 這是我們的政治漏擊 這我想是大家對於馬英九的批判 就是說你過去看起來 要弄一個連能的政府 但是我們的遊說法 從來沒有認真在做登記 所以我覺得本來我們就是要透過 制度的方式去逼迫這些政治人物 他做任何事情 包括他的財產 各個不同的東西的申報 所以我應該說 我們只是單純在程度上 要求他先依法做到公開 至於黨團協商這個制度 該不該存在 我覺得這的確是必須要 去做一些檢視 黨團協商的存在 的確壓抑了我們所謂的 委員的專業化 至少以如果現在民進黨 他提到了希望朝向委員會的 一個所謂的專業化委員會 資深制的方法 的確剛剛林州委員提到的 那個部分的確就是目前所產生的問題 不過我們可能犯了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邏輯的 可能的謬誤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太期待 已經快要拿到政權的民進黨 去落實他之前 對選民的政治改革承諾 但是他當他拿到權力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做了應該 而且比他說的更多的改革 這是一個 其實如果只依賴所謂的 擁有權力的人 恐怕這個期待會落空 我們恐怕還得依賴另外一邊 不管是在野的政黨 或者是公民的力量 我們來看看 當現在包括遇到所謂的 政治空窗期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怎麼面對 以及接下來國民黨 又會什麼樣的發展 高山喊著總統好 民進黨當選的68位立委 齊舉立院 黨團今天首度舉行黨團會議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親自出席 他向新科立委們進行精神訓話 也宣示未來國會改革的目標 要對得起職務 對得起人民的支持 立法委員的工作 就是立法跟審查預算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那麼改革是人民對於我們的期待 我希望大家更重視立法的品質跟效率 由於馬總統昨天同意 行政院長毛治國的辭成 任命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 出任行政院長 對此蔡英文強調 尊重馬政府的決定 昨天馬總統已經任命 張善政先生出任 過渡時期的這個隔魁 這是總統在憲法上的職權 那我們予以尊重 有一下週一就要選出立法院政府院長 蔡英文也強調尊重黨團自主的決定 我的態度是尊重我們黨團的共同的決定 蔡英文下午來到花蓮卸票 獲得鄉親熱烈歡迎 她也再一次強調推動國會改革 以及帶領台灣再起的決心 蔡英文晚間還持續到台東卸票 感謝鄉親的支持 記者台北花蓮綜合報導 好啦 委員你剛才說很多 理想要怎麼改的方式 但是憲主席就是說 要選議長 這三個人選 不管是陳明文 蘇嘉全 或者是柯建明 先不談他們的試任 以及好壞 但是至少在這一段過程中 我們就要二月一號 我們就要選了 到底這三個人該做什麼 或者是蔡英文該做什麼 才能夠說服民眾說 你們民進黨真的要改革 其實蔡主席現在說什麼 比較晚一些 那他我覺得應該在選舉的時候 形成民進黨國會改造的政見 用這個做訴求 那可惜沒有了 那柯建明提到一個坦白講 是不要說不及格 三十分說不定恐怕都有問題的一個 那個內容出來 我不敢講很可笑 至少這個 這很怪就是用怪 不要用可笑 那所以那個最好的時機 他能做這個是 坦白講 我覺得非常可惜 那時候沒有提出來 那麼那時候如果提出來的話 現在就照人改來做 是比較單純 那等到現在立委都選出來了 那立委他本來要國會自主運作 這時候黨主席要介入 坦白講就太慢了 他就會覺得要幫介入到什麼程度 就比較為難 選舉之前乾乾淨淨 黨的意見就是這樣 所以坦白講這個是太可惜了啦 那至於這幾個候選人 我的建議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過去的 或者輝煌 或者有一些瑕疵的記錄 但是我認為這個先擺在一邊 最重要的 那既然我剛才講 這一次的國會 跟過去不一樣 要變成一個轉型正義的國會 在人類歷史上有遇到轉型 正義的這個國會 幾乎很少很少 那麼既然如此的話 一個新的國會是什麼 我認為要辯論 黨團本身內部做辯論 在議長選舉的時候也辯論 每一個人包括議長副議長 都提出他國會改造的 像樣的版本來比較 然後來辯論 總是要有個內容嘛 要不然我要選他這個 比較英俊或是比較瀟灑 或是鐵盪腰圍如何 這就沒有意義 所以最吃到最下的就是用協調的 對 但是現在看到民進黨是用協調的 我們希望提出政見 提出政見 因為一旦變成政見 那我們才知道將來方向會怎麼樣 老百姓看到這個國會 果然要擺脫過去 從威權殘留的體制 要變成一個轉型正義 要國家正常化的一個重大一步 選舉的時候雖然沒有交代 現在新國會出現了 果然新氣象 我認為把內容講清楚 任俊兄你怎麼看 黨團協商這個東西 其實過去最早立法院 其實並沒有 你1997年之後 立法委員從161席增加到225席 可在那個時候的立法院運作 我想左手委員很清楚的知道 那個時候一個立法委員 他就可以杯葛整個議事的運作 所以那個時候才開始建立 一個黨團協商的制度 一直到2001年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在這裡面 甚至把這個所謂的 你的協商代表 那個直接訂到這裡面去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有一些歷史的氛圍 也就是說 以民進黨執政那個時候來講 因為他曹小野 他雖然是執政 可是他在國會裡面是少數 所以他某種程度上面 利用一個黨團協商 這樣一個機制去運作 然後求取他 可以在執政上面的順利 可是從現在這個時空背景 來講的時候 民進黨現在國會已經大了 那他是不是還需要靠 這個黨團協商的那個機制 我認為某種程度 會有一些人認為說 我幹嘛還要跟你黨團協商 我就回到最原始的 反正最後大家都投票 我人數多我就一定贏 但是會不會回到就是1997年 之前那個時候變成說 那我一個委員 我就可以擋掉所有的法案 跟所有的那個審議 所以我覺得持平來看一點 也就是說 現在的立法委員 是不是已經成熟到 跟當時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會比較關注的 您剛剛提到的說 那個完全統三預算 因為講實話 每一次到委員會的時候討論 因為大家只看報紙的議題 所以我們立法委員明明這個委員會 今天可能討論的是 可能是一個內政上面的事物 但是對不起 因為內政東西大家不愛聽 所以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每次質詢都是拿報紙頭條來質詢 所以質詢內容永遠跟這個 這個委員會裡面的內容無關 那到最後其實說實話 因為大家時間上面的關係 所以到最後你到刪預算的時候 大家平常也不省 反正你就到最後統三 反正我就打你個八折 至於你該刪什麼樣的項目 他不管 他就跟你講比如說你100億的預算 你就打八折 你刪掉20億 那20億的支出 他不管說我到底刪掉是哪一塊 你就不會自己想辦法 所以他到最後就變成一種惡習 所以我才會覺得就是說 今天民進黨所提出來 當然蔡英文您剛剛提到說 蔡英文具體提那些東西 可是我們也講實話 國會頻道或許有難度 你上立法院 問題是你上立法院的網站看看 他有一個網際網路多媒體 隨選視訊系統 你從外面也可以上網 以前還不行 以前你必須在院內的時候 用他院內的系統來上 他雖然後來因為 因為公路門一直吵 說你們應該要公開 所以他也開放就是某一些 就是雖然要上去有點難度 但是他最早某種程度 他也開放了一些 可是這些東西不能只在過去說 我們先求有的階段 現在他除了有之外 他希望更好 你當然協商這一塊 你很難避免說他有沒有 你說當時會計法修正案的那個部分 後來大家知道說原來協商 他不是在院內協商 是在院外做的協商 你永遠都防不了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進講如果今天 他有一個監製裝 我覺得我也贊成卓州委員 剛剛所講的 你如果真的覺得說 朝野協商 或者是黨團協商 這個東西是一個惡力的話 你把它廢掉 那你告訴大家說 我廢掉之後 我怎麼去防止以前的那種惡習 再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民眾 在看待整個國會改革裡面 就一定很清楚 以前在審法案說 就是特別是無黨的 就是我反對 對 我反對 一句 暗地暗反對到最不暗 所有的暗全部都被背過去退回 可是我們來看看 大家都說要國會改革 真的叫做每一個人 都說要國會改革 可是我們很期待說 二月一號就幾天過後 這個國會到底要怎麼樣改革自己 蔡英文在今天民進黨黨團大會 講得很清楚說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要對得起職務 那什麼叫對得起職務 就是要好好立法 好好審查預算 有關於政權交接 他剛剛也談到說 不管看守或過度 都要期待內閣跟政府 情守本分 立法委員要監督 要尊重他們 特別是文官 要給他們尊重 捐氣 陳建 團結 改革 在人事法案推動上 要跟其他黨團共同討論 他們都說不可以整碗磅 你還要改革 你還要和諧 就是這兩個 其實當然如果能並行最好 可是常常是有衝突的 再來馬上有選出新的國會議長 蔡英文的態度是尊重黨團 那這是第一次政黨輪替 要滿足社會對改革的期待 作為一個人民的專業的 開放的國會 蔡英文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來看看其他政黨的態度 王金平也說要改革 王金平說支持公民參與 要建立調查聽政權 賴世保也說要改革 他說要朝野協商 全程錄影錄音 實況轉播 要建立國會頻道協商透明化 那冷凍議案如果一個月就要表決 朝野協商不可以推翻委員會的決議 時代力量也說要改革 黃國昌說要支持議長中立化 聽政調查權 然後黨團協商的制度要透明化 等等的要建立國會頻道 可是當大家都要改革 可是擁有權力的人不改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看未來國民黨 真的能夠適度扮演成熟穩定有效的監督力量嗎 最大的關鍵 黨主席誰來處 帶著一百六十萬的現金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鑫 到國民黨中央 領表參選國民黨主席補選 搶得投降 多少年輕朋友跨不過這個門檻 所以這次沒有機會參與 雖然我捧著一百六十萬 但是我心裡是很痛 因為這個制度是一個不義的制度 大概我所知道要選的現在台面上的人物 他們都是A咖 只有我是Low咖 但同樣的我也呼籲提醒大家 英雄出在基層 藉由參選要求放寬黨主席選舉的門檻 只要黨員就可以參選 也要大佬們放手 讓年輕和中壯世代承擔 而拋出也要參選國民黨主席的新黨主席郁慕明 強調選前國民黨呼籲國清新泛藍大團結 選後要透過參選 戳破國民黨假團結的面具 這樣的一個表態 事實上是一個釐清的動作 就是國民黨你假設真有誠意 你應該公開呼籲 今天黨主席的選舉 歡迎親民黨新黨 因為你沒有資格 所以你不能參選 我完全能夠接受 我完全理解 但是同樣的我要回答一聲 就是以後的選舉 新黨是新黨 國民黨是國民黨 國民黨主席補選二十六二十七號開放零表 二月二十一號前完成黨員聯署 二月二十二號受理參選人登記 三月二十六號投開票 就會選出國民黨新任黨主席 記者林信林國黃陳昌維 國軍林臺北報導 不過賴老師你怎麼看 未來在二月一號 其實也沒多未來 就幾天過後 那個的國會的情形 以及臺灣政治的情形是 民進黨在一黨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一黨獨大 但是至少在行政權以及立法權 他掌握實質 絕對的力量之後 制衡的力量可以有效適度的出現嗎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問題 其實剛剛我覺得林委員林作水 他講的是語重心長 因為第一個是要以事救人 還是以人來救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擇 就是說你提出你的國會改革 這個想法 然後這個想法是一般我們能接受的 然後我們再找適合的人來做 還是說我今天為了要讓某一個人做 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割下來 這個我們要做選擇 第二個我覺得林作水委員 他講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目前坦白說 很成熟的一些國家的經驗 例如說不管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法國也好 他們的國會其實都是簡單 都是很簡單的意識規則 那簡單的意識規則裡面 就是沒有所謂的黨團協商 密室協商一堆這種東西 包括你說遊說法或者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每次講到這裡 我們就說那以前一個人否決 那以前為什麼要發展政黨協商 不要忘了台灣的民主 民主是一個過程 就是從一個一黨專政 然後到開始有這種衝擊 有這種在野黨的出現 然後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當時的公爭會 我記得好像最早是公爭會 開始在立法院裡面 那他是因為他們很小 然後他們要發展民族這個幼苗 所以他們要去突破體制 包括這個朱高正要去衝撞 其實那個都不是符合民主規範的 但是那是沒辦法的事 可是經過多次的政黨輪替 也經過多次的民主選舉 其實台灣已經到成熟了 成熟的情況下 就不要再去回溯過去那些過程中的 那一些便宜之計 為了解決問題 所臨時射出來的便宜之計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經過 這麼多次的反覆的政黨輪替 這麼多次的選舉 其實台灣的選民 已經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成熟的階段 其實在國會就是簡單多數 就簡單多數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你在野黨 你就是少數 你執政黨就是多數 今天民進黨在國會是多數 所有的法案 議案 其實就是都在議會裡面 按照正常的意思規則 來討論 來表決 來討論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當然也就是要 對外要有一個頻道 例如說公事 這樣某種程度 我們就民進黨整個玩家了 哪有關係 本來在野黨就是說 不是 我覺得本來就是說 你今天執政黨提出來的東西 我在野黨有意見 當然你要讓他有充分表達的機會 那就是他履行他的問政權 他的質詢權 那他在不管在委員會也好 不管在大會也好 他表達他的意見的時候 那我們一直強調就是 直接轉播的情況下 他把他的意見傳達出去 那如果說今天民進黨的黨團 一樣表決通過 表決通過就是要通過 那本來在美國也是如此 法國也是如此 英國也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接受的話 我就是告訴選民說 我的意見是什麼 然後執政黨的意見是什麼 那慢慢的 如果我的意見是代表人民 人民接受我的意見 久而久之 我的支持者就會要越多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我的意見都沒有辦法表達 或者是說 我沒辦法獲得通過的時候 我還有集會遊行的權利 我可以發動集會遊行 發動集會遊行的時候 把我的訴求提出來 那麼透過媒體往外傳播 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考驗的是什麼 考驗再過四年以後 選民支持不支持我的理念 宏林站在公都牟利場 你對新國會的疑慮 擔憂跟期待是 其實我基本上稍微正面一點 當然我覺得剛剛信聰講得很好 不能期待他現在列了一堆東西 然後就覺得他可以做 哪一個政治人物 不是說開非常漂亮的政見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真正的民主 是選舉後才開始 所以當然要去做監督 那稍微我覺得正面來看待 是說因為這些 所謂的檯面上的候選人 至少對外都做了非常多的承諾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 他一定想要對外的歷史定位 不要被貼上標籤說 你跟以前也沒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這部分顯然 他一定有立即的一個壓力 當然我覺得還是要逼迫他們 我覺得滿贊成剛剛提到 應該是要有證件要發表 讓我們知道 他到底未來要承諾做些什麼事 不過至少包括蔡英文 以及想要角逐立法院院長 恐怕要好好思考一下 剛剛林卓歲委員所說的 簡單的路邊的野花 你能採 馬上可以改革的 趕快做 不要老是在期待天邊的採蝦 謝謝您收看 傳單先不要發了 演唱會被學校取消 取消 因為我們太確定 好像就說 你把手上交給大家打 好 好 你們這邊辦活動有先申請嗎 沒有 這樣不行喔 沒有辦申請的話不能夠先辦喔 讓你去讀大學 是要你幫我讀書 不是幾天還賺錢啦 比一天還沒順暢的事情 燦爛時光 請鎖地公共電視 用堅韌與勇敢 追求自由理想 蘇天才文教基金會 邀你一起狂飆青春 創造跨世代的燦爛時光 大家好 我是王上和 我喜歡演戲 我更喜歡看戲 公是人生劇長和學生劇戰 深刻地探討了 台灣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面向 每一齣戲都值得好好品味 這次我很高興有機會 可以參與公社兩部時代劇 一把青和燦爛時光 在一把青裡面 我飾演的是讓人又愛又恨的 九大隊長 我原本要帶一個奮鬥回去救他們 可是西安機場沒有用 飛不回去 在燦爛時光裡 我飾演的是 易正易邪的李文雄 可以相信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一把青和燦爛時光 請用捐款行動大力支持公式 捐款專線 0226339922 郵政話播帳號 19213335 在新的一年裡 祝大家猴年行大運 天天猴塞雷 一把青目擊舊時光老照片 溫習舊時光運動 過去的歲月已不復存在 因為有這些舊照片 我們可以為故事留下一個心靈角落回憶 更多有故事的照片 請上公視粉絲團 身為臺灣第一個被認證的原藝治療師 黃聖林不僅在47歲的人生階段 揮別過往編輯事業 勇敢走進崭新領域 更找到屬於臺灣在地的療癒職務 引領無數身心障礙的朋友 投入大自然懷抱 肯定自我 重新圓滿生命的缺憾 本集公視一文大道 邀您一同參與這場探訪大自然的旅程 您現在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透過公視我們看見文化 看見藝術 看見更好的未來